Hello,大家好,我是Leon轩柔 今天我们来说说冥想打坐的好处 那冥想打坐对我们来说的好处太大了 虽然我们来说这个修行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有任何的地方都是我们的道场 任何时候随时的升起绝招 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 但是冥想静坐啊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只要我们每天真正抽出时间来让我们全然的这种沉静下来 你会发现过不了多久 慢慢的你由内而外啊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你周围的人慢慢也能够感 就是感觉到你整个焕发出来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能量气场 那首先第一个好处啊 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女性的朋友特别喜欢的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好 变得越来越年轻 你跟周围的同龄的这些朋友啊 然后比起来你看上去就是比他们年轻 比他们这个有精神 这个精力四射精神焕发 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随着我们越来越沉静啊 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思路啊 越来越敏捷 这个整个的你的视野啊 越来越宽广 就是别人看不透想不明的事情 你一看你就知道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随着我们越来越沉静 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人的七情六欲啊 这些妄念啊 把我们弄得 就整个的我们的能量啊 就越来越浑浊 就像水里头掺了各种各样的杂质一样 对吧 越来越浑浊 但是随着我们逐渐的这个沉静啊 这些杂质越来越沉淀 我们越来越清爽 就是像这个杯子里的水 越来越清澈了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思路啊 思想就会越来越清晰 好多别人看不清啊 想不明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就非常的透彻 甚至很多人都去做的一些事情 甚至很多人都去鼓励去做的一些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 做了之后就会给你带来很不好的这个结果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透彻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 会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每天经历各种事情啊 见各种人 很多时候啊 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各种各样的情绪 对吧 然后各种各样的环境啊 给你带来了冷了 热了啊 一些邪风啊 邪气啊 进入体内 还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啊 在不同的这个时辰啊 这个升起不同的情绪 所以造成了我们整个身体啊 内部啊 的紊乱啊 还有这些病气啊 邪气 禁去 有的地方造成了这个淤堵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经过这么一折腾啊 这个身体啊 慢慢就生出一些这些各种各样的毛病 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打坐啊 因为我们一打坐 让身体不禁 这个逐渐的平静之后啊 就让我们的五行啊 内脏啊 能量啊 越来越平衡 哎 整个的一清静 一平衡之后啊 还有就是不断的通过 我们打坐调理气息啊 来打通我们的整个内在的这些经络气血 啊 所以一是吸收来来自高危世界的这些宇宙天地的能量精华 让我们经这个精神啊 能量越来越饱满 啊 还有就是打通了我们内在这个身体内部这些经络啊 各个地方淤堵的啊 还有一些这个累积在我们体内的一些负面的这些能量啊 这些情绪啊 哎 慢慢的就都走了啊 就都散了啊 之前淤堵的地方也都通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 很多之前觉得哎呀 这个医生都看不明啊 这个这个治不好的一些老毛病 哎 慢慢的也都越来越好了啊 身体越来越好 越来越清爽啊 之前昏昏沉沉的这个感觉也变得 哎 越来越好了 也没有了 对吧 精神 从精神状态到身体状态都会越来越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有思想 有智慧 啊 你会发现自己之前啊 觉得哎 我怎么能会这些东西呢 然后慢慢的这些 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啊 一些本领 一些技能 还很快的就会浮现出来啊 你会升起这个智慧 呃 你会生出很多这些灵性啊 创意的这些思想出来 就是因为随着我们逐渐的打坐沉浸之后啊 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内在的这个高我之间啊 我们是有一条管道的啊 我们平时因为在人世间太沉浸在这个小我肉身的物质层面 追逐这些名利情啊啊 这些物质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管道啊就都给堵住了 我们越物质化是不是就会越僵硬啊 就会越物质 这物质一来了 这个灵性的东西 它空的地 它就越来越不空啊 那随之我们越来越沉浸啊 越来越灵性的这个状态进入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啊 绽放出这种空性的这个状态 我们越来越空 我们物质这种东西 我们就像这个冰越来越化啊 之后不慢慢变成水 然后再慢慢变成气 你看这个管道里头 你是冰的时候就是堵住的 变成水了 哎就好很多 之后又变成气了 是不是整个就通通透了 是吧 所以来自整个我们这个大我啊 这个这个高维世界的这些能量啊 这些信息啊 就会源源不断的就会贯注进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生起了智慧啊 所以有句话叫 静能生智定能生慧啊 所以随着我们越来越近 越来这个定力越足啊 我们这个智慧也就升起来了 你会变得哎呀 越来跟这个常人相比啊 你变得比他们聪明很多啊 好多事情都能看透 好那随之而来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量啊 定力啊也会越来越强大啊 之前你觉得哎呀 这个事情不得了了 哎呀解决不了的 你的这个心啊 心跳这个这个心跳加快啊 或者这个心脏啊 哎呀感觉压抑的不行啊 喘不上气来 感觉一点点小事啊 就受不了紧张慌 但是之后 随着越来越沉浸 你会发现你的心量 越来越大啊 你成能承受的事情 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 越来越宽 很多之前 你感觉很大的事情 你会变得哎 也没有什么 这个大不了的嘛 对吧 你之前觉得这个 很了不起的这个人 你再见到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人 也没有什么嘛 因为你的气场 越来越大 你的心量 越来越宽 所以你能承受的事情 就越来越大 啊 所以之前你是这个 举轻若重 那之后 随着你越来越沉浸之后呢 你就举重若轻 再重的东西 到你这 你提起来 很轻 很轻松 你就可以应对 所以遇上任何的事情 你会有一种 静气在那里 啊 当你生起了 这个静气之后 你再出去 做什么事啊 你之前感觉 哎呀 去什么参加个活动 你都紧张啊 见个人 你都紧张 对吧 有压力 之后随着你静气 一升起之后啊 你再去任何的环境 啊 别人看到你就会 被你的这个气场 说震撼 你再去参加什么活动 你也不紧张了 你非常的轻松 你游刃有余 你定力十足 要把气定神弦 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 你焕发出来 一种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气场出来 所以就会获得 人们的这个尊重 人们就会高看你一眼 就觉得哇 这个人不得了 这个人怎么气场 那么高啊 那还有呢 就是随着你的 整个的这个精气啊 能量的这个提升之后啊 你会感觉 你出去你的运气 都跟以前不一样 你的运气越来越好 你经常的遇上事情啊 你就遇到这种 可以帮到你的 这些贵人出现 并且你的生活啊 你的事业 你的整个的人生啊 都在 有条不紊的朝着一个 更高的方向提升 从身体上也好 事业上 家庭上 所有一切都朝着 让你更加 轻松 自在的这个状态发展 那同时 你出去的话 你之前 你会发现 之前有的时候 别人如果生病 你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说说话 你也生病了 但之后 因为你的这个能量场 非常高啊 你外面已经形成了 一个很强大的 普通人看不到的 这么一个保护层 所以任何时候 你再出去 当别人都生病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不容易被传染了 因为一切的这些邪气 这些病气 也叫邪气 所谓的这些邪气 都被你的这个保护层 都被你这个能量层 都被挡在外头 根本就进不来 所以就是你的这个防御性 越来越好 一是是个身体的 第二是你再出去 遇上这些坏人 你之前好比说 遇上坏人 你会心惊胆战 你会害怕 这些人千万不要过来招惹我 对吧 你会发现 你之后 不光是这个病气 邪气不来了 你再出去 再想遇上这个坏人 你会发现 来的都是好人 有这些心术不正的这些人 遇上你都绕着走 因为他们会 因为你们的这个频率 不在一条这个频率上 就像那个收音机一样 那个举个例子 你当这个人的频率 很低的时候 能量很低的时候 他周围 他吸来 他同频的这些 就都是低的 当这个频率很高的时候 越来越接近这个高维 灵性层次的 这些层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想找这些不好的 他都没有 你周围的这个人 也是好的 事业是好的 一切都是 都这个吸引来的 都是这些好的东西 来到你的这个身边 并且随着你的能量 越来越高 就像这个频道 你升的越来越高之后 你的这个管道 跟高维世界的这个管道 越来越通透之后 你所谓本有的 这些被隐藏的 这些被平时压抑 这个小我 物质化压抑的 这些功能 慢慢就都浮现出来了 慢慢的你会发现 你的天眼也就开了 所谓的这个天眼 天耳 就是别人感知不到的 一些东西 看不到 想不明的一些东西 你慢慢 你都具备了这些功能 其实这些功能 并不是很多人说的 什么特异功能 什么这些功能 我们本来就有 其实我们整个的 我们内在的这个大我 这个超我 就是一个接收器 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可以接收到 只不过我们活在 这个肉体 小我的这个层面 这个物质的这个层面 所以你想 这个物质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石 石的这么一个东西 实体的一个东西 对吧 而当你进入 这个空性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 就像你看不到 那个手机的信号 你也看不到 这个X光 但是它们的 这个穿透力 是非常强的 对吧 你可以接收到 来自这个几万公里 以外的人的这个 这个语音和图像 对吧 你可以通过X光 看到这个 一个东西 内在的这个景象 对吧 而当我们真正实现了 我们这个能量 达到一定这个高度之后 我们越来越空性 灵性状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所谓的这些 什么天眼天耳 别人看不到 这个听不到的一些 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很轻松的 感知到 其实就是我们 本有的这个功能 慢慢就都浮现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是说的 整个这个打坐 冥想的这些好处 所以大家只要有时间 每天一定要 这个抽出时间来 每天坐一坐 让自己静下来 之后你会发现 无论是你的 整个的人生 身体 所有的各个方面 都会发生 非常大的转变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大家记得点赞 按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那你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说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并且记得回去看我之前的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